我们来看医院的经济 说我们医院可以接受远长医疗 是否在什么意味着 我们可以请人家对和儿子 请医院长手术 主任您看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机械臂的 这个试试跟试 我叫孙涛 是中国移动研究院首席专家 主要从事网络新技术的研究 和国际标准化工作 这是我以于昌平的 中国移动北方信息港 我今天要和同事在这里 做几个实验 现在过去 这是我们5G A的实验室 我们有几位同事在这里 做这个空间地一体化的实验 下面我们去看一下 它这个空间地一体化的卫星 最近的一些进展的情况 这是一个保运号小卫星的模型 我们去年12月份的时候 已经把它发射到天上 我们后续希望能够达到一个 空间地一体化通信的效果 所谓空间地一体化的通信 就是手机的终端 它不只能够连到地面的击散 这样就会能够在一些特殊的场景下 提供一些通信的能力 比如说像剧中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 基站的这些通信又受到阻碍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卫星的方式 去提供远程的接入 无论是远程的通信也好 还是远程的一些应急救灾或者医疗 让这个覆盖能够无处不在 所以5G也就是说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 它和世纪相比 它更多的改变 是面向产业互联网发展 它提供了这么一个基础 5G能够实现十几毫秒的端道端的视野 这样这种远程的操作 能够更加的精确 及时地去做到展规 我们现在展示的是一个数字孪生的系统 我们在机房里面看到 它有两个大的机柜 这个机柜里面有交换机 有游戏还有服务器 如果咱们再一个展示的话 有点两个大部分 就是空间这种 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些交换机路游戏 和服务器做了一个 孪生的一个数字的镜像 比如说我们需要做一些系统更新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系统里面 进行一个模拟的运行 等到模拟运行正常之后 我们再把实际的这些软件的更新 再部署下去 这样就能够实现网络的 预先的感知和优化 五间休息就是 是可遇不可求的 只是大家上午开会比较晚了 吃饭时间比较短 然后中午就不休息 吃饭之后 现在赶到我研究院里面去 下午要讨论一些 我们记得演技的 一些新技术的情况 估计中午就没有休息的时间了 怎么样你们讨论的如何吧 再关注你照顾的一个相机 今天能够画 这是3C的体力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 它是一个奶酪商店 用户戴上AR眼镜 商家可以在我的这些商品 比如说我这些奶酪 上面有一个Space Anker 然后用户点击它 它就会显示说 我这个是什么样的奶酪 它是哪里运来的 等于系列的信息 它这个毛点上面 是要放一些RFID 还是说它就是靠什么图像识别 我们刚才就讨论了一些场景 而这些看上去很酷炫的场景 它其实对我们的网络能力 还有网络功能 都有一些新的要求 我们想基于这些新的场景 提前去设计一下 我们未来的5G的 往往进一步演进的情况 可能也会展望一下 甚至超越5G 甚至6G的这些技术 咱们今天先到这 咱们下周周一的时候 咱们再去再继续讨论一下 行 好那先对啊 好 下周见 拜拜 拜拜 我是2008年 当时从清华博士毕业之后 就到了中国移动研究院 在那之后就一直在 从事这个网络新技术的研究 和国际标准的工作 所以现在是有14年的时间 等车吧 水后天就回来了 你们在家有趣听话哦 拜拜 拜拜 看到他们每个人都在用手机 其实我很开心 就是觉得自己做的这些东西 可能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润物细无声地 为大家的生活提供这些便利 随时地去获取这些信息 无论是娱乐也好 还是在处理工作问题也好 都是我们的一些信息通讯的技术 在为大家提供这个帮助 所以我们心里是满满的 这个自豪感和成就感 我现在到了北京西藏 要坐高铁去西安参加明天 未来网络的研考会 再见 十年我们看上去其实很长 但是当你度过这段时间之后 特别是我们做移动通讯的技术 你不断有新的技术出来 不断有新的标准版本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很快的过程 感觉转瞬即逝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还的确是一个瞬息十年这种说法 在我们手上可以发现了 在大冬天的法律中 三 二 一 开始 开始 走 从адu l l ンビ 朝上那个要打个洞 行吗 上一个需要 谢谢观看